看一看多子轩的标签是什么 诗恩难忘 小多儿的老师是 我的师父是天津的王派快板 传人叫李靖祥 也是一个江湖艺人 但是录像的今天呢 特别巧 也是我师父呢 去世两年的日子 两年前的今天呢 我正式拜入我师父门下 磕头地的拜师帖 其实在我们现场行业 这个还是很少见的 实际上在师父临终前是吗 对 临终前 因为他我师父呢 查出来是这个肺癌晚期 对 临终前 我还在坚守这个道义 坚守这个承诺 当初这恩别忘了谁给的呀 就一辈子就踏我师父李静祥 我行了 我师父就行了 也希望你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希望吧 希望吧 这大伙都是我的捧根啊 好 希望吧 谢谢 谢谢 也希望你为我们天津的李静祥先生 争光 好吧 谢谢 谢谢 希望没给我师父丢人 即便他不往后走了 把这话说出来了 这先也踏实也落了 两年了 刚刚小多讲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也提到了诗然难忘 说到这诗然难忘 是不是周围老师也有非常多的感触 小多 就他的这个 刚才讲的这个故事 我特别特别能够理解 我们一辈一辈就是这么传承下来 师父是老话讲的赏你饭吃 教给你本领 教给你生存之道 为什么叫一日为师日 终生为父呢 他是父一辈子一辈这样的恩情 他有一句话非常打动我 我成了 我师父就成了 他抱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和目的 我很看好的 不容易